我們的美容師呢 通常擠完粉刺之後 你有什麼樣子的建議 擠完粉刺之後呢 的保養 保養就是先 我會先臉洗乾淨 清水洗一下 然後敷一下保濕面膜 對 敷完超過15分鐘左右 拿掉之後呢 差點保濕的東西 保濕的玻尿酸或乳液之類的 讓它整理一下肌膚 這樣會比較穩定一點 對 那如果它發炎的話 你們會怎麼處理啊 我知道很多美容師 它會有一些 就是類似像沉澱瘤 或是水洋酸的東西 那它也會有消炎 或是又有一點殺菌的作用 對… 提到酸喔 如果是敏感性肌膚的朋友 它不適合用酸的話 該怎麼辦 其實喔 這個酸大家聽了都很害怕 但是它事實上有很多種 比如說你現在講起來 就可以有甘蔗酸嘛 檸檬酸 然後杏仁酸 然後酒石酸 生態酸 氨基酸 有很多種種類 對 這麼多種種類 它結構來說都是酸沒有錯 但是它分子有大有小 所以如果覺得自己皮膚 比較容易敏感的 那你做酸的治療呢 就是選擇這個分子比較大的 比如說是生態酸 或是杏仁酸這一類的 其實在這裡正好澄清一個觀念 就是說如果今天覺得自己皮膚敏感 有沒有一定不能做果酸 沒有 沒有 因為其實國外 還是可以做 國外做過研究 就是說果酸做久了以後 我們的這個真皮層的厚度 是做切片的研究 是普遍增加9到40% 所以果酸長期做以後 你是會厚臉皮耶 所以一般以為是越來越薄 表面的角質層會被代謝 是老舊的角質層會被代謝 那當然你今天 為什麼大家聽到這個 好像聽到這個 很恐怖的東西一樣 是因為說 很多人他要擠藥塊嘛 他自己回家自己擦 自己擦又邊擦邊按摩 使用不當 然後邊按摩完又把它蓋著 用一個那個什麼 紗布把它貼著 你等於是過度的做換膚啊 所以才會導致問題 那如果說照正規的方式 在使用的話 這個是長期來說 無論對粉刺的代謝 痘痘的治療還有抗老化 都是很好的東西 所以其實痘痘是必須要去看醫生 不是說自己拿到手邊 拿到的東西可以做治療 那當然你看醫生以後 你可以問醫生說 醫生我這一大堆道具 我這個貼布 哪一個我什麼時候可以用 那醫生就會跟妳講 也可以讓醫生了解一下 我們都是用哪些 傑西在照顧我們臉 有些可能就不要再用了對不對 對 好 那其實坊間呢 有很多關於清除粉刺 或者痘痘的方法 相信每個人都有一套自己的方法 那我們要看看這些方法 到底是可行 還是反而會造成我們臉部更大的傷害 我們做了一個整理 來 我們看到 拒絕在張草莓餅 消除粉刺的妙招 好 來看看 第一個叫做番茄配檸檬 我們等一下要請教四位專家 你們覺得對還是錯 番茄配檸檬是怎麼回事呢 來 我們來看看 把番茄跟檸檬片打成泥 加上少許的麵粉之後 攪拌均勻 塗在臉上約30分鐘洗去 可清除老化細胞 深沉清潔皮膚 對黑頭粉刺 這個油性肌膚特別有效 還有鎮定的作用 請問一下四位專家 認為對不對 請作答 只有羅衣士覺得對 好 羅衣士先說 我們隔壁的女孩子 真的皮膚都很漂亮 毛孔很緊實 其實這個在我們古人的 它也有這種做法 是喔 對 就是說用方... 只是說它的概念 可能以現代醫學的角度是說 可能就是番茄維生素 對 因為檸檬裡面 它有一些天然的果酸 對收斂毛孔有幫助 當然就是以我們養生的概念 說實在裡面有一些 你想用天然的 一些這種蔬果類的 你可以用這些有潔淨 像蘆薈 都有潔淨的作用 所以大家可以試試看看 當然還是注重感染這一塊 注意發炎 敷太久 所以古書有提到就對了 對 這在我們古籍 都有這一方面 因為古人並沒有很好的這種 抗菌消炎的這種機制 我是用 我今天是中醫師 我們古人有這些做法 可以參考一下 好 那 六醫師 我在這裡要提醒大家注意的 就是這個檸檬 其實檸檬它有一個 芙南香豆素 那你去沾到這個成分的時候 再敷在臉上 再曬到太陽 它會變黑的 變黑 所以古人 這個古人當初一定沒有留下照相 沒有的用相片 不然看那個 歐斑 治療前治療後差很大 然後另外就是說 如果我們今天真的要用一個植物的成分 我自己個人認為比較有效的 會是木瓜酵素跟鳳梨酵素 木瓜酵素跟鳳梨酵素 對 因為它會軟化餃子 所以你可以有鳳梨泥或是木瓜泥 或是說木瓜皮 你裡面都吃完了 剩外面那一層木瓜皮 稍微把它敷在粉刺的地方 這樣子都好過於使用檸檬 對 番茄在這裡比較沒有辦法扮演什麼效果 還有我們現場唯一的難事 要吃煮過的番茄 耐椒紅素 耐椒餡才不會肥大 海牙 好的 來看看第二個妙方式 鹽加橄欖油 每次用4 5滴的橄欖油對鹽 在鹽半柔鹼的狀態之下 就開始按摩臉部 半分鐘之後用清水洗去 好 請問四位專家這個方法 你有沒有認為 可不可行呢 請作答 羅醫師 跟瑞 你覺得不OK 有油的部分 我們知道有粉刺痘痘的話 盡量是不要太油 所以我是從油的角度 油脂的成分 當然它可以吸附油 剛才我叫卸妝油 所以以這種 比較學理的角度就是說 這種油東西或許它植物油 裡面有很多微量元素 燉皮膚不錯 可是太油的時候 比照卸妝油 很多小姐常用來卸妝用 所以太油的時候 就把它堵住我們的毛孔 鹽巴的確有一些殺菌的成分 我們中醫就強調適量 我這邊就是說注意要小心 而不是說完全不能用 就注意量的部分 是 好 來 廖醫師 這個方法其實是我個人的蜜招 是喔 對 鹽加橄欖油 我跟你說鹽在皮膚上面是 一定要橄欖油是不是 不一定要橄欖油 其實你可以加更好的油 你可以加玫瑰果油 或是橄欖把油 那加玫瑰果油跟橄欖把油 對毛囊的一個保護度更高 那為什麼會用這樣的方式 主要還是講到說 粉刺有的人喜歡去角質 那有的人喜歡去角質 如果你今天把鹽放到水裡面 它很快就溶解了 你完全沒有辦法用到鹽的顆粒 可是今天如果一個精鹽 然後你把它放到油裡面 它是不會溶解的 那不會溶解 你在按摩的同時可以有去角質 然後又可以有保護皮膚的一個功效 那等到等一下你去洗的時候 這個鹽巴稍微有點溶解的時候 其實鹽巴溶解會吸水 所以我們的角質層含水量會增加 那所以這樣子不僅就是 有輕微去角質的功用 還可以讓我們皮膚比較保濕 這真的是撇步 對 撇步 這撇步是我有一次去參觀 法國的很大的溫泉水療中心 發想出來的 因為那個溫泉水療中心 在山上 可是他們的病人 皮膚乾的 異味性皮膚炎的 乾癇的病人都在泡 為什麼都在泡海水 有鹽 鹽會讓特別乾癇的病人的皮膚 保濕度整個大幅增加 其實白紙中醫美白 第一 美容並不是藝人 它是白紙 就是我現在立牌有這樣帶上來 這白紙